欢迎回到2011大选论坛 这次论坛涉及的议题将会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现在的辩论将会由评判组提出问题 每位候选人有两分钟的时间去回答问题 之后会有五分钟时间的辩论 现在我们有请候选人抽牌来决定回答问题的先后次序 根据抽牌的结果 首先回答问题的是Finney女士 我第一个问题是想问一下 有什么是提高就业率的有效策略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创造就业是很关键的 哈帕政府一直以来推行的政策是为公司和企业削减税率 这项政策耗资60亿元 但问题是社会上最有钱和最富有的企业只有5% 但我们知道在加拿大最能够创造就业职位的是中小型企业 特别是在大多伦多地区 我本人曾经是企业的负责人 所以我好能够理解为中小型企业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充分利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移民 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印度、巴西等 这些我们需要增加贸易往来的地区 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充分利用 但还未利用得足够的机会 黑客政府为大型企业大幅削减税率 而其他的企业就没有受惠 我们需要支持中小型企业 实行真正地制造就业机会 从而推动加拿大的经济向前发展 我就不能同意你的观点 首先我们是同意中小型企业 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柱 我本人有40年的重商经历 也有在政府部门担任过会计的工作 涉及到很多中小型企业 我本人也曾经是企业家 我们知道下条税率提高竞争力 与其他国家的税率保持一致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我们看看香港和新加坡的例子 当地的税率只有15%至16%左右 低税率可以吸引到更多海外投资 从而帮助本地制造就业机会 大型的企业如果面对着高的税率 就不会愿意作出更多的投资 保守党政府为了提高就业率 提出了为就业保险提供补贴 这一点都列入了预算案当中 来自亚洲和其他地区的人都知道 低税率能够刺激企业作出更多投资 现在我们就就这个问题进入5分钟的辩论 评判组的成员都可以随时作出进一步的问题 我需要强调的就是我本人非常之支持 公司企业的税率是需要保持有竞争力 但是目前加拿大企业的税率已经是非常之有竞争力 在海外投资方面有竞争力并不等于一定要低税率 为大型企业减税带来的挑战和困难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面临着庞大的赤字 为了这5%的大型企业 削减了60亿元的税 令到我们国家必须要向外借贷 这一点是非常之不合理的 当政府的财政出现盈余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这样做 但是我们现在有赤字 所以绝对不是时候要这样做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例子 在我工作过的地方 日本、台湾、香港 当地的税率都是大概15% 这一点是一个鼓励的措施 可以刺激到投资 15%的这个数字已经写了在预算案中 是你们和新民主党都投票支持的 而你们重新提出 要将公司的税率提升至到18% 不就是在那里加税 560亿元的赤字 是源自经济刺激计划 这一点都是你的政党支持的 560亿元的赤字 并不是完全来自经济刺激计划 我们是支持这一项为了解决经济衰退的计划 只是占了其中的一部分 黑白政府早在经济衰退之前 就已经出现财政赤字 不能够将赤字完全归咎于经济衰退 和经济刺激计划 黑白政府的开支 在历史上金额算是第四高 从一个商人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是非常浪费的 我并不同意你的说法 这个数字并不能够讲明事实 我们提供大量的拨款 用于基础建设 和用于国防建设 我想财问一个问题 两位都提到政府的巨眼开支和赤字 下条公司的税率 究竟是否真的对就业问题有帮助 《环球日报》刚刚公布了一项调查的结果 为大型企业减低税率 对增加就业根本无帮助 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显示 真正创造就业的是中小型企业 自由党的立场就是要帮助中小型企业 制造就业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